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每个人在生活中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 有些人善良诚实,而有些人可能心存不轨 那么,如何才能快速识别出一个人的真实面目呢? 古人常说,路遥之玛丽,日久见人心 可是,在当今社会,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时间和你长久同行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有没有可能在短时间内看见一个人呢? 其实,只要掌握四个简单的方法 你就能快速识别一个人的真性情 增广闲文有言,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 外表只是表象,要看清一个人,不能只看外在 而是要通过他的行为和态度 这四招可以帮你在短时间内看清一个人究竟是人是鬼 识破他的真面目 第一招,有钱怎么花,品性显现 古人云,君子欲于义,小人欲于利 一个人真正的品性,往往在他拥有金钱之后显露无遗 金钱不仅能满足我们的物质需求 还能揭示我们内心的道德观念 当一个人拥有了财富,是否依旧保持谦逊和节制 是判断他品德高低的重要标准 让我们从实际生活中看看这个问题 一个真正有修养的人,哪怕他腰缠万贯,也不会过度挥霍 他知道金钱的来之不易 即便拥有大量财富,也会保持平和的心态,尊重他人 而那些素质不高的人,一旦有了钱,就会变得交涉无度 甚至看不起周围的人,觉得自己高人一等 比如,有的人在发达之后,依然对朋友保持慷慨 并时常帮助有需要的人 这样的人大多具有内在的道德准则 而相反,有的人一旦有了钱,就开始看不起别人 随意挥霍,甚至用金钱压榨他人 这种人一旦利益受损,往往变得冷酷无情 有人说,金钱是照妖镜 这话一点也不假 一个人在没钱的时候,可能表现得很谦卑 可一旦有了钱,他的本性就会显现出来 那些能够在有钱之后依旧保持初心的人 是真正有品德的人 而那些在金钱面前暴露出自私 冷酷一面的人,便是人鬼之分的关键所在 我们可以通过一个人如何对待财富 来判断他的内在修养 正如论语所说,富与贵 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出也 有钱之后依然守得住本心的人 才是真正值得信赖的人 第二招,有话如何说,智慧彰显 接下来,我们谈谈第二招 你想知道一个人的智慧和心胸,看他怎么说话就行 礼记中庸中有句话 言而当,之也,意思是说 一个人说话和时宜,才能称得上有智慧 说话不仅仅是一种沟通方式 更是一个人内心修养和智慧的体现 我们在生活中会遇到这样的人 他们说话成熟,谨慎 从不随意发脾气,也不随意伤害他人 这些人往往内心成熟 知道如何在不同的场合 选择合适的话语,表达自己的意思 而另一些人,说话却非常随意 不禁思考便出口伤人 甚至有时为了一时的情绪发泄 口不择言 菜根坛里有句名言 既言不由衷,莫谈无根语 言行一致的人 通常也会在生活中表现得更加诚实可靠 那些随便说话,信口开河的人 往往也不会为自己的话语负责 因此,观察一个人如何说话 不仅能看出他的智慧 还能洞悉他的内心世界 记住,语言是思想的外在表达 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 会在表达自己观点时 考虑到听者的感受 也会有意避免伤害他人 因此,试人时 通过观察对方的言辞 我们就可以大致判断出他的内在素质 第三招 有错是否改 修养深浅 人非圣贤 殊能无过 每个人都会犯错 但关键在于 犯了错之后的态度 才是真正决定一个人品德高下的关键 左转有云 知错能改 善莫打烟 承认错误 并且努力改正 才是高修养的表现 有些人犯了错误 可能态度上看似很好 主动承认错误 但实际上 他们并没有从内心深处 意识到错误的严重性 更不用说在行动上进行纠正 相反 有些人即便不轻易承认错误 却会在时候严格要求自己 避免再犯类似的错误 举个例子 想象一个同事在工作中犯了错 有的人可能会直接道歉 但其实他们根本没意识到问题的根源 下次还会重蹈覆辙 而另一类人 尽管可能当时不会公开认错 但会私下反省 并在接下来的工作中格外谨慎 避免再次出错 谁的修养更高 答案不言喻 论语也提到 过而不改 是为过矣 犯错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屡错屡犯 人生是一个不断是错 纠错的过程 懂得从错误中学习和成长的人 才是真正有修养的人 而那些对待错误态度轻率 不屑一顾的人 往往会在生活中 不断重复同样的错误 通过一个人如何对待自己的错误 你可以很快看出 他是否具有深厚的修养和反思能力 这种能力 不仅能帮助他个人成长 也能在你们的交往中 让你更清楚地了解他的人品 第四招 有利可怨分 行性大小 最后一招 也是最关键的一招 看一个人面对利益史的态度 《道德经》中有一句话 天之道 利而不害 圣人之道 为而不争 一个人面对利益史的选择 能极大程度地反映他的内心世界 在利益面前 愿意分离的人 通常心胸开阔 懂得长远考虑 而那些在利益面前自私自利 只想着占便宜的人 往往心胸狭窄 无法看到整体局面 正所谓 财散人剧 人剧才来 愿意分享利益的人 往往更能赢得人心 有时候 通过观察一个人在面对小历史的态度 便能预判他在大事上的决策 那些小气 为历史图的人 往往在关键时刻 只顾自己 不顾大局 而那些能够站在团队角度 愿意分离的人 才是真正能成大事的人 举个简单的例子 有些人面对金钱或资源 会想着如何让更多的人受益 这样的人往往会得到更多的回报 而那些只想着自己利益最大化的人 最后往往会失去朋友和合作机会 因此 当我们在生活中想要识人时 可以通过观察对方 如何对待利益 来判断他是否值得信任 那些愿意与他人分享的人 往往心地善良 和做实也更具诚意 朋友们 今天我们一起探讨了 四个快速使人的方法 有钱怎么花 有话如何说 有错是否改 有利可愿分 这四招 可以让我们在短时间内 看透一个人的本质 帮助我们做出更明智的判断 正如古人所说 修身 齐家 治国 平天下 通过实人 我们不仅能更好地处理人际关系 还能更好地修养自身 与其在生活中被人蒙蔽 不如早日看清人心 用智慧应对 最后 希望大家能够学会这些实人的技巧 在生活中游刃有余 既能看清他人 也能修炼自己 成为值得信赖的人 成为值得信赖的人